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 通常的做法是企业办社会 企业自己办学校 医院什么的 不少单位都自己办有幼儿园 这个苏州第一丝绸厂的幼儿园 就是当年企业办社会下的产物 当年企业自己办幼儿园 也不需要什么资质不资质 就是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师资也没怎么经过培训 多位职工家属 一个小小的滑梯 就成了孩子们的快乐世界 这些厂办幼儿园和现在的幼儿园比起来 条件总的来说也就一般般 可那时候的孩子还是很快乐的 至少不会被幼儿园老师强行为芥末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